这个女孩正在打电话 突然被身后的蒙面人强行控制 楼下母亲听到声响 顿时被吓得惊慌失措 可她还没来得及报警 便看到女儿被挟持着走来 强烈的恐惧与担忧 让母亲放下电话 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蒙面人究竟有什么目的 母女二人又将迎来怎样的结局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补影大案局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 动作区085号大案 由硬汉巨星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 虎胆追凶 2017年的美国芝加哥 保罗是一名外科医生 同时还拥有着幸福家庭 妻子露西温柔贤惠 女儿柯西刚刚收到 新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可以说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这美好的生活即将被彻底打破 这天是保罗的生日 一家人原本打算去餐厅庆祝 可就在准备出发时 保罗忽然接到同事的电话 要他立即返回医院 准备手术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破保罗的好心情 但就死扶伤的职业道德 也让他无法拒绝 只能在向女儿道歉后 依依不舍地与妻子分别 露西二人则买来各种食材 决定在家里为保罗庆祝生日 正当他准备晚饭时 一股阴风突然刮来 缓缓吹动桌子上的菜谱 露西转头发现 屋内窗户不知何时被人打开 随后更是看到一串泥泞脚印 这反昌一幕让他瞬间觉察到不对 连忙高声呼唤女儿 但柯西已经被蒙面人挟持 好在对方只图钱 不害命 围守之人带着露西前往二楼卧室 搜刮家里的财产 剩下二人一个看守柯西 一个去找绳子 准备在离开前绑住母女俩 免得他们提前报警 可看着柯西处处动人的模样 负责看守的蒙面人逐渐起了歹意 左手悄然盘上那紧实的大腿 好在同伴及时赶来 制止男人的禽兽行径 但男人已经有些上头 与同伴爆发争执 柯西健壮 趁机拿起匕首 狠狠划破男人的脸颊 围守之人听到骚乱 金王带着露西赶来查看 眼界女儿陷入危险 露西顿时顾不得其他 抄起铁锅 将里面滚烫的热水 泼到男人脸上 只会柯西快点逃跑 可就在下一刻 屋内突然响起两道枪声 一切归为平静 对此尚不知情的保罗 正在进行手术 忽然听到医院广播响起 一老一少 两名女性伤者需要急救 保罗心里猛的一慌 直觉告诉他大事不妙 于是保罗顾不得完成手术 急忙朝急救室冲去 在看到同事脸上紧张的神情后 他心中不祥的预感越发强烈 当即不管不顾 毅然冲进急救室 却发现医生满脸凝重 手术台上则躺着一个 被白胆覆盖的身影 一瞬间 保罗只觉五雷空顶 他强撑着走上前 鼓起勇气掀开白单 下面正是路西再无生气的面容 这画面让保罗悲痛欲绝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只是进行一场手术 就和妻子天人用格 而且还是在生日这天 不等保罗平复情绪 警探凯文便带着搭档赶来 向他询问详细情况 同时保罗的弟弟弗兰克 也来到医院 陪伴自己的哥哥 保罗强忍悲痛 说出家里的损失 凯文在安慰他的同时 也告诉他 这已经是最近九个月 发生的第七起入室抢劫 弗兰克听了 只缺不可置信 城内明明这么危险 为什么警方没有提醒 市民注意安全 眼看他情绪激动 凯文便留下一张名片 承诺一定会将凶手 绳之以法 但这轻飘飘的一句话 显然无法令保罗心情好转 万幸科西的手术顺利完成 他已经不再有生命危险 但仍处于昏迷状态 没人知道会什么时候醒来 保罗在女儿的病床旁哭作一夜 随后带着沉重的心情 为妻子举行葬礼 回去的路上 保罗本想安慰岳父起去 却发现他突然下车 接着转弯冲进农场 正遇到两名偷猎者 岳父举起猎枪 二话没说便扣动扳机 吓得偷猎者仓华而逃 岳父亲由此事告诫保罗 不要总想着寻求警察的保护 因为每次都是凶案发生后 警察才会赶到现场 这无疑是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 所以如果想守护真爱的事物 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这番话让保罗若有所思 可他毕竟遵纪手法半辈子 也不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只能继续循规蹈矩的生活 接下来的日子 保罗一边接受心理治疗 一边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可随着时间不断流逝 他对妻子的思念没有丝毫减少 案件也没有半点进展 这让保罗彻底忍无可忍 直接冲进警局要讨个说法 好在凯文清楚他的痛苦 也没有闭门不见 而是讲出警方的难处 并表示那些罪犯的关系网盘跟交错 说不定逮捕一个 就能问出杀害路西的凶手 可保罗不愿把破案放在运气上 他决定高价悬赏线索 或者请私家侦探调查 但话因为落就被凯文否决 因为高价悬赏 只会引来海量的垃圾情报 至于私家侦探 他们无权调查凶杀案 这两句话 把保罗的希望全部堵死 难道就只能坐等凶手自投罗网吗 保罗带着满心烦闷离开警局 忽然发现两个混混在骚扰一个女孩 这些天压抑的情绪 让他心生冲动 想都没想便开口制止 尽管女孩顺利逃脱 但这行为却也引来混混的怒火 保罗毕竟只是一名医生 被混混砰的一拳放倒 咚咚咚不断踢打 身体的疼痛让保罗彻底怒了 他怀着恨意来到枪械店 想买一把武器防身 可在注意到上方的监控探头后 保罗又陷入犹豫 再加上店员强调 必须先考持枪证才能带枪上街 令保罗瞬间打消主意 毕竟他可等不了那么久 也不愿暴露自己的信息 然而巧合的是 当晚医院送来一名重伤的帮派分子 急救时手枪掉在地上 保罗趁中人不备 悄悄把枪踢到床下 就这样搞来第一把武器 接下来的几天 保罗白天是救死扶伤的白天使 晚上则躲在仓库熟悉枪械 练习射击 他的枪法日渐精湛 但事情却没有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天夜里 医院突然响起紧急呼叫 昏迷中的科奇癫痫发作 差一点就要失去性命 保罗看着病床上生命垂危的女儿 心中的愤狠愈演愈烈 凭什么我女儿变成这副模样 凶手却可以逍遥法外 保罗越想越气 当即拿上手枪走出家门 他头戴都冒 来到帮派分子盘踞的街区 忽然遇到两人抢劫汽车 保罗高声怒吓 不料那劫匪拔枪便射 他只好躲向一旁 朝着冲来的汽车扣动扳机 混乱中 驾驶员被一枪毙命 汽车擦着保罗撞向路灯 但保罗自己却因为不熟悉枪械 被划套反弹划伤虎口 而这一幕被临街住户清晰拍下 保罗顾不得疼痛 捡起手枪躲在车后 一枪打倒赶来复仇的劫匪 上前毫不犹豫夺去他的性命 吓得那被抢劫的女人仓谎而逃 这时远方突然警笛声大作 保罗也连忙脱掉连帽衫 消失在夜色中 他满心忐忑的回到家 打开电视 想要看看新闻是否报道那场枪击案 咱确认没有后才稍稍放心 躺在沙发上准备睡觉 可刚一闭眼 刚才疯狂画面便抑制不住的钻入脑海 让保罗根本无法安心 只能借助药物缓缓睡去 但他不知道的是 凯文已经带着搭档来到案发现场 从被抢女人口中了解完事情经过 女人尽管十分恐慌 却还是强调是都冒人救了自己 凯文也已经看过 临街住户拍摄的视频 只可惜保罗一直背对镜头 没有露出正脸 在注意到东方人被划破左手后 凯文断定他不了解枪械 打算顺着这条线索展开调查 凯文本想嘱咐女人 让他不要把视频传到网上 不料女人刚拍完就已经上传 现在点击量已经爆炸 隔天保罗醒来后 也注意到网上的视频 他看着屏幕中大杀四方的自己 心中既慌乱又兴奋 那真的是我吗 怎么看起来像一个冷血无情的杀手 与此同时 东冒死神的传闻也在整座城市迅速发酵 新闻媒体对此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他是英雄 有人认为他是罪犯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东冒死神已经让社会风起发生改变 而在那些媒体人吵成一片的同时 处在漩涡中心的保罗则回归生活 再度穿上那象征善良的白大褂 保罗忽然被护士带到一间病房 里面躺着一个遭到枪击的男孩 保罗见状心头一颤 连忙上前询问 得知男孩生活的街区被一个毒贩掌控 只因他不愿通流合物 就被毒贩开枪打伤 这让保罗眼中闪过一丝凶光 决定惩戒那无法无天之人 他从洗衣房偷出一件东冒衫 华山东冒死神来到街区 二话没说便对着那毒贩清空淡霞 随后趁乱扬长而去 很快警方赶来封锁现场 但所有目击者的证词都一模一样 枪手是一个身穿东冒衫的白人 凯文听完眉头紧皱 这根本就不算线索呀 正当他苦思冥想之际 忽然注意到人群外有两个孩子 在模仿案发经过 其中一个男孩用左手笔枪 这让凯文灵光一闪 连忙让打档调出视频 确认东冒死神是一个左撇子 这下调查面积进一步缩小 而随着枪击案的爆发 多冒死神的声望也来到了新高度 新闻媒体从各个角度争辩 只为探讨出他究竟是好是坏 警方也趁机发出悬赏 只为尽快查出这名异警的身份 毕竟现在舆论愈演愈烈 如果再拖下去 也一定会有人借机模仿 到时麻烦就更大了 不过这些对于保罗来说 可不算什么问题 他因为行侠仗义气色越来越好 就连心理医生都忍不住夸散 劝他继续保持下去 然而这天夜里 医员再度送来一个重伤男人 保罗正打算开始抢救 忽然注意到男人的手表颇为演书 定睛一看 正是露西曾经送的礼物 这一幕让保罗如遭雷击 他瞬间明白 面前躺着的男人就是那晚的劫匪 保罗强压恨意 不动声色的拿起电击器 却发现男人已经丧命 不过保罗还有方法调查 他悄悄溜进救护车 从衣服里找到男人的手机 又回到急救室 用男人的指纹解锁 顺便摘下那块本就属于自己的手表 随后保罗躲进办公室 仔细研究起手机里的内容 竟发现一张自己家庭住址的照片 这让保罗恍然大悟 那男人曾是酒店门童 一定是替自己停车时偷偷拍下 而后联合同伴入室抢劫 想到这一点 保罗联盟拨通报警电话 但稍加思索后又选择放弃 毕竟自从惨剧发生 警方的调查没有一丁点进展 保罗早已对其彻底失望 决定独自展开调查 他从手机里找到男人 平时销赃的酒吧 换上连帽衫走了进去 谎称自己通过那男人的关系 想要来此挑选一件脏物 听到这话 酒保敏锐觉察到不对 他先赶走其他顾客 又悄悄给同伴发送信息 随后弯腰去拿吧台下的武器 不料这一幕正被保罗通过镜子看到 他果断抄起飞镖刺进酒保左手 接着拔枪将其控制 保罗也不再伪装 直言要拿回另一块被抢的手表 酒保迎着那黑洞洞的枪口 哪里还敢反抗 只能乖乖带保罗进入仓库 打开里面的保险柜 保罗一眼便看到妻子的手镯 心中顿时犯其滔天恨意 狠声质问酒保为什么要做犯法之事 却不料酒保的同伙 洛塞湖已经走进酒吧 正当保罗逼问之际 忽然从监控中看到洛塞湖的身影 他连忙俯身躲避 倒霉的酒保则被印象爆头 洛塞湖见状暗骂一声 随即与保罗爆发激烈枪战 却在移动时踩到鲜血 重重摔在地上 保罗趁机抄起一把电吉他 砰的一声响气砸翻 又奋力推倒一旁铁架 但洛塞湖已经提前转身 连滚带爬地向外逃去 可他却忽略了屋内的监控画面 保罗依靠屏幕着准角度 隔着吧台击中洛塞湖的右腿 而后上前踩住他的伤口 冷声逼问 那晚是谁杀害的露西 身体的剧痛令洛塞湖不敢隐瞒 连忙供出身为气修员的好友长矛 但就在保罗去拿手机时 洛塞湖突然偷袭向他踹倒 拔枪上前就要扣东班机 千军一发之际 柜子上的保龄球悄悄落下 咚的一声砸在洛塞湖脑袋上 保罗没想到事情会如此戏剧性的结束 不过他也不敢多坐停留 便带着监控录像火速离开 却没发现自己的戒指掉在现场 隔天 新闻媒体再度报道起 都冒死神的又一次出手 保罗也回到医院继续工作 就在他收拾东西时 凯文与搭档忽然找了过来 更是拿出洛塞湖的照片让他辨认 这让保罗心里咯噔一声 难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好在凯文下句话便打消他的担忧 警方在酒吧里找到保罗被抢的戒指 推测洛塞湖就是那晚的劫匪之一 由此可见 案子很快就能侦破 凯文此番前来 就是想告诉保罗这个好消息 看着面前愁愁满之的二人 保罗暗中松了口气 却也明白 必须加快脚步 警方不知什么时间就会追上自己 他砸碎罗塞湖的手机 趁着夜色走进气修店 正看到忙着修车的长毛 长毛没有认出保罗 开口便对他出言不逊 这可真是地狱无门闯进来呀 保罗也不废话 抄起扳手狠狠砸在长毛要派 等长毛再度苏醒 发现自己被绑在车下 保罗则搬着椅子坐到他身旁 先是打一针麻药 随后拿刀割开长毛的坐骨神经 钻心的剧痛瞬间袭来 疼得长毛五官扭曲 同时他也认出保罗的身份 但保罗自然不会轻易停手 他将一整瓶刹车油 倒进长毛的坐骨神经 让其体会人类能承受的极限疼痛 眼看保罗如此心狠手辣 长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哀嚎着供出三人首领名叫诺克斯 但除此之外 他也一无所知 看着连连哀求的长毛 保罗明白他说的是实话 便解开束缚 拿起地上的铁链 长毛还以为自己躲过一劫 但下一刻就被汽车压成肉饼 与此同时 凯文带着助手找上弗兰克 他已经整合之前调查的线索 白人 壮汉 左撇子 还解决其中一个杀害路西的劫匪 这些很难不让人想到保罗的弟弟 弗兰克尽管清楚自己是无辜的 但看着信心满满的凯文 他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可怕猜想 而随着事情越闹越大 警方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一名三个孩子的父亲想要学东帽死神除暴安良 结果被混混当街射杀 保罗通过电视看到这一幕 心中也泛起一阵后怕 这时 一通陌生电话突然打来 对方正是长毛的首领 诺克斯 他已经得知保罗的身份 约定今晚在酒吧见面 保罗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女儿 心中的恨意再度生疼 当即带着东帽走进酒吧 一路寻找来到卫生间 他拨通号码 听到铃声从隔间里传来 毫不犹豫便扣动扳机 但里面却只放着一部手机 还没等保罗回过神 诺克斯挟持着女人从后方出现 逼得保罗连忙躲入隔间 反手打上诺克斯 随后破坏电闸 趁乱逃走 这件事很快传入警局 凯文当即命人监控所有医院 决定找出东帽死神 而保罗尽管没有去医院 但诺克斯却出现在其救室 将真相说了出来 凯文二人连忙赶去保罗的办公室 结果却扑了个空 保罗已经回到家 并遇到等候多时的弗兰克 事已至此 兄弟俩也不再隐瞒 弗兰克希望保罗收手 不要再以身犯险 但保罗同样有一肚子委屈 妻女遇害 警方束手无策 难道我还不能复仇吗 正当二人争论时 凯文与搭档已经找了过来 弗兰克决定帮保罗一把 他独自开门 声称没见过保罗 三言两语向凯文打发走 而凯文尽管知道弗兰克在撒谎 却因为没有证据 也只能作罢 等弗兰克再度回到地下室 他已经改变主意 决定力所能及的提供帮助 这时 医院打了电话 告诉保罗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柯西醒了 兄弟俩火急火燎的赶到医院 保罗更是喜结而起 庆祝女儿回到自己身边 隔天 保罗推着已无大碍的柯西离开 在电梯前遇到凯文二人 凯文意有所指的提醒保罗 自己会继续调查 而就在电梯门即将关闭时 一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 正是阴魂不散的诺克斯 尽管他没有动手 也没有在柯西面前暴露身份 但保罗明白 这家伙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他再度来到枪械店 买了一把用以防身的武器 而诺克斯的报复 也比想象中来得要快 当晚弗兰克刚离开 保罗便透过窗户发现不对 他一开柜子让女儿躲进楼梯间报警 下一刻两名黑衣人破门而入 吓得柯西无尽嘴巴不敢出声 其中一人摸进卧室 对着床铺疯狂扫射 却发现被子下方只是枕头 另一人被水声吸引 刚想上前查看 结果惨遭爆头 杀手听到枪枪急忙赶来 却只看到同伴的尸体 还不等他回过神 躲在床下的保罗突然举起武器 一番扫射将其解决 但保罗明白 事情还没有结束 他一边安慰柯西 一边走进地下室 却被躲在暗处的诺克斯打上手臂 清脆的枪声让柯西瞬间晃了神 拼命撞开柜子 诺克斯听到声响 下意识转头去看 保罗趁机拿出藏在桌子下的步枪 一缩子子弹将他打成筛子 终于为自己的妻子报了仇 一切尘埃落定 凯文与搭档赶到现场 保罗声称虎口与右臂的伤疤 都是刚才枪战造成 半真半假的说出事情经过 再加上他有构枪记录 一番说辞仿佛无懈可击 这让凯文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他没有多问 只是嘱咐保罗继续做你擅长的事 自这天起 都冒死神便消失不见 但因为他的威慑 芝加哥的犯罪率首次开始下滑 不过保罗对此并不关心 因为他还要送柯西去上大学 在与女儿分别后 保罗忽然看到一个偷包的毛贼 他习惯性地将其叫住 左手笔枪准备射击 看来都冒死神永远不会消失呀 《虎胆追凶》是上映于2018年的动作电影 如果以五星制来评价本片的话 阿克认为角色四颗星 作为一部孤胆英雄题材的电影 布鲁斯威利斯可以说撑起了整部影片 而他那标志性的光头也给人带来十足的安全感 剧情三颗星 本片的故事主线仍是为家人复仇 这种设定尽管已经屡见不鲜 但好像永远都不会过时 而在男主保罗复仇开始前 阴差阳错当上承恶扬善的意景 这一结合倒是让电影多了几分看点 片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桥段 那边是社会各界对保罗这种狭刻行为的辩论 小伙伴们觉得他违背法律 私刑制裁罪犯的做法究竟是对是错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评名 充分DK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